我們知道這五位的議員的參選人 讓我意義為大家介紹 民眾黨台灣大眾走來到基隆 立委總召邱成遠和立委蔡碧如 替年底投入市議員選戰的 五位民眾黨戰將站台 台灣民眾黨全台大眾走 勇氣台灣 勢敗共襲 但仔細看他旁邊站的 是先前已經退出國民黨 以五黨籍身分參選市長的黃希賢 由於外界盛傳 邱成遠將代表民眾黨出戰基隆市 兩個人在這敏感時刻同框 不免讓外界好奇是否要合作 目前我們沒有這樣的討論 我們現在還是以我們市議員的 這個參選的重點輔選為主 那我們會爭取最多的這個中間選民 跟這個其他朋友的一個支持 民眾黨最近的活動各方面 還有台灣大眾走這個活動 還有成遠在基隆的耕耘 今天我在1月1號 服務處開幕的時候 我想我們都表態了 只要對基隆好 我們都會一起來努力 那麼希望我們基隆的鄉親 能夠看到民眾黨對於 基隆的奉獻的努力 然後改變才能有機會 也要給新人 給這些願意投入的人 一個最大的機會 來創造基隆最好的未來 距離年底九合一大選不到100天 民眾黨是否會推派更餘許久的 邱成遠參選市長 外界都很關心 不管說是前置作業 還是說我們地方的生根 其實我們都 都有一定程度的生根跟準備 我想這個不是什麼問題 但是我想相關的細節跟內容 還是要經由 因為本黨是非常重視程序正義 我們還有選決會 還有中央委員會 我們會做最後的討論跟評估 那如果有進一步的消息 一定會馬上告訴大家 各縣市的主委 就是會帶領的提名人 大家一起來參與 這次的一個九合一的選舉 那基隆是整個台灣的第一站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 台灣頭 那所以也是希望整個 在邱成遠主委的帶領之下 我們希望年底有一個好的成績 尤其這五位候選人 你看他們都非常的年輕 平均年齡剛剛說才34歲 年輕的心有他的熱點 就是他很勤快 他可以好的服務很寬廣 但是缺點是他知名度小 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我們的全台大眾 能夠帶領 讓我們的所有的候選人的能見度 然後提升 也讓我們的所有候選人的政見 能夠被大家看到 我想這一次的選舉 年輕的政黨還是要用 要用政策 用提出好的政策 來讓整個台灣民眾來接受 針對民眾黨到基隆造勢 市長劉悠昌被媒體詢問時強調 樂見政黨良性競爭 民眾黨提名許多市議員參選人 如果沒有母雞帶隊會比較辛苦 我想這個當然是民眾黨的家務事 那尊重他們自己的一個評估跟考量 那不過站在台灣民主發展的一個角度 我是樂見這一個有越多人來參與 然後也樂見這個政黨之間的良性競爭 那其實民眾黨在基隆長期以來大概有15個百分點 這樣的一個政黨的支持度 那所以呢其實也自閉國民黨少輸大概3個百分點 就此而言民眾黨在長遠來說 未來是有可能在基隆取代國民黨 那我想接下來 因為民眾黨也有提名許多的這個市議員的候選人 不過因為都是初次參選 也比較沒有知名度 如果欠缺母雞的一個帶領的話 選舉會比較辛苦 那如果未來民眾黨在基隆沒有提名市長的候選人 那也許是因為他們在選戰的一個政黨的一個策略上面 選擇跟地方派系財團來合作 不過這一點我想可能會跟民眾黨創黨的一個初衷 以及民眾黨的支持者的一些想法 可能會有一些落差 選舉不到100天 各黨參選人陸續出爐 就用事部分包括國民黨謝國良 民進黨蔡思英 時代力量成為重和武黨籍的黃希賢 都已經確定投入選戰 如果邱成遠真的預期披掛上陣 烏卡都的情勢將會正式形成 記者黃紹明 記者黃紹明